臺灣安倍晉三的這個知友會的成立大會 在昨天晚上臺北圓山飯店盛大舉行 民進黨的攤台北上參選人 陳時中也特地出席致意 感謝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在臺灣疫情嚴峻的時候 大力協助日本捐贈疫苗 人一到場就成了大家的目光焦點 也搶著跟他合照 臺灣安倍晉三知友會成立大會上 民進黨臺北市長 參選人陳時中一現身 馬上成為目光焦點 陳時中逐桌萬好寒暄 大家也搶著自配 展現陳時中超高人氣 在這一次疫苗的捐贈 也在安倍政府的 這樣的一個領導之下 在六月四號第一個時間 就捐了一百多萬劑進來 總共捐了四百二十萬劑 對我們在抗疫上面的幫助 非常的大 然後在最後的時候 他又講說說臺灣有事 日本有事 用很簡單的話語 來彰顯臺灣在戰略地位上的一個重要性 聚焦衛福部長任內防疫工作 陳時中團隊晚間特地新增行程到場致議 協會成立大會上重新雲集 台日關係協會會長蘇嘉全 日本駐台代表全裕泰和聯電創辦人 曹信成都是做上嘉賓 我們安倍只有會請他來臺灣參加 我們的成立大會 他也給我答應說他一定會來 等其中選舉之後他一定會來臺灣 我們今天要聯手起來 要對抗中國的威脅 曹信成會中呼籲在中國威脅下人民必須更加團結 並且他也倡導推動政民制限 第一步是讓全世界承認兩國論 承認你臺灣跟大陸富不隸屬 這是蔡總統講的嘛 要做這一步 大家認可了 你改國民是你的事情 面對中共不斷文攻 武嚇要如何在與國際社會友好 同時拿捏兩岸關係也成為眼前一大挑戰 記得續續滑池四期台北參謀道